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好家好网台, 我是Eric 今天介绍给大家看这间屋是属于C12区 之前看过我的Segment也有介绍过这个区 都是一个高级的社会, 屋价最少C12, 开始到200多万以上到几千万 这间屋卖了三百万多一点, 三百万零一万六千元, 低于ASKING315万 一个月就卖了, 这间屋挺独特的, 因为你看它的前面 其实好像一间Custom Home, 拆了起过, 因为它这个Community 都是一些舊一点的区域, 如果你说原本的屋在这里 都小一点, 而且有很多, 不过其实不是全部拆过来建的 因为它其实是, 它后面还是retain着一份 是以前的屋, 即是back side of the house 好几个原因, 因为其实如果你说拆过来建 很大的影响就是地税 而且你拿那个City Permit 有时候它可能 你当是一个大Renovation, 可能容易批准一些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一就是地税 所以, 不会加得太大厉害, 而就是可能用Permit 的Application会更方便 如果不然你拆完整间建, 那有时候的程序可能会更复杂 你可以看到旁边的屋, 旁边的 在图上就是旧的屋 你可以看到后院, 后院 这个就是retain着之前那间屋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地不同 它其实是, 我不清楚它是不是拆了前面 因为这间屋实际上是在前面的前面 你看到那两只墙是不同的, 不同色的 根本它就是在前面是加建一块在那里 那里面装修, 看过一些相片 其实都挺豪华 做到效果都不错 很新鲜的房子, 而且走的路线也是一个 好像宝类那样, 一个小宝类的 那样的Lot Size 60ft 都可以, 都挺阔, 乘乘124 你看到它的地税都是13000元, 所以不算太贵 如果你拆过, 起过, 周不时去到两三万 所以它可能 reason, 很大的机会 主要就是 可能地税, 和 permit, 等等 因为如果construction cost 拆了来起, 其实未必 是省到多少 如果不拆掉, 因为不拆掉 其实有很多东西, 你还要很小心地 不要保留之前的东西 可能有时还会影响了 进程, 和那些东西 因为我们都很熟 地产 整个rebuild process 我连续也会做些segment 是讲这个rebuild 或者装修 那些可以分享给大家 不过就是如果你说 比如有时拆了一间屋来起, 它分分钟 是化算过, 你说 比如有些说, 加多一层 比如有些是一层的bunker楼屋, 然后 加多一层在这里, 其实 但是未必是真的可以省到多少钱 那说回这间屋的地区 地区真是超正 它是 within Bayview & Yacht Mills 的 North West corner 位 之前也有说过segment 这个quadron也挺好的 不过就是旧些的区 它始终是 比如说五十多年前 这个区又不算是 这个quadron不是说是超级很贵的区 如果你说是超级贵 就是South East corner 位of Bayview & Yacht Mills 那里就是bridal path, post road 那些超巨型, 万多尺的屋 就是 超级富豪 在那里买 对 校网来说 这个区的那些学校都不差 就是Harrison 也挺好的 Earle Haig Yacht Mills Collegiate 又有French Immersion French Immersion 即是法文 即是想 emphasize 法文的可以在那里读 还有Cardinal Carder 挺 top rank的high school 都是这个区域 是的 那 overall 的价钱 和它的地区 其实我觉得都不错 因为它始终都是 叫做半间新屋 半间custom home 即是它 那 那 在这个区 其实是 挺好的 那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联络我 email我 info at好家好.com 和欢迎大家可以download 我们的APP 可以在苹果 App Store 或者是Android 就是Google Play 里面 你search 可以search 好家好 然后就可以直接找到 我们的APP 来download 多谢大家